今天我和我妈妈煮一餐饭吃 我们有蒸鱼和炒白菜 我们还会煮个汤 首先我们要去超市买菜 我们要买一条青斑 今天我们蒸鱼要冲 家里已经有姜了 那我们今天不用再买了 蒸鱼的酱汁要蒜头 炒白菜仔都要蒜头 我们又要买一盏白菜仔 我们要买骨 用来煲汤蓉 我们又要青萝卜 不要忘记红萝卜 大家 哇 这些都几肥喔 我们现在买了我们要的东西啦 我们去给钱 跟着回家啦 今天我们做蒸鱼炒白菜 和煮青红萝卜汤 首先我们要煮两煮水 一个用来出水 另外一个用来做汤 首先呢 装到四分之三门 开火煮水 洗干净些肉 然后放骨骨和骨骨 下去出水 出完水之后 我们会将骨骨切小一点 这样它们会容易出味 然后我们放这些骨骨 下去煲汤水中 你见不见到那些骨骨呀 撇了它 那些汤就会清一点 没那么油膩 冲干净些骨 放在锅里面 将那些姜批了皮 拍扁它 之后放在锅里 盖上盖上盖 汤在滚的时候 我们将青萝卜 切了头和尾 去 剔了皮去 红萝卜都一样要这样做 将它们切成一九九 加在锅里面 加在锅里 然后将南北橫洗干净它 加在锅里 再加一些果皮 煮大约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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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将白菜 切了头去 浸在水中 让它出了沙和泥 当我们浸在白菜的时候 我们可以准备下其他的配料 用水洗干净的葱 切了头去 切成一施施 准备多些姜 拿来做蒸鱼的酱汁 批皮 切成一片片 将蒜头去皮 切成一粒粒 现在洗干净条鱼 记住洗干净鱼套 和去干净所有鱼鱼 切两条葱 放在碟里 先放条鱼上去 这样鱼会蒸得均匀些 现在我们有三粒米 应该够三个人吃的了 洗干净些米 洗一两次 三次都可以 我用了三粒米 所以我将水 加到三毫的水位 放到电饭煲中 盖盖 插键 按键 完成 加点水 然后放个蒸架 落锅 当水滚的时候 将鱼放在个蒸架上面 这条鱼大约1磅 我们蒸大约5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准备 蒸鱼的酱汁 加点油 加点油 当油热的时候 加姜丝 炒一下它 接着加蒜头 和葱丝 炒香它 如果你想好吃些 就加些鱼汁 加入鱼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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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洗净白菜 就可以煮了 这些汤很香 连鱼汁都想喝 放些油 在锅上 煮热之后 加些蒜头 加入白菜 开始炒 白菜会出水 所以我们会盖着盖 去煮軟 你想软一点 就煮久一点 那就吃得了 那些饭应该可以了 打松点饭 就可以搓上碗里 搓上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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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们的青红萝卜汤 你们的家常便饭 又是怎样的呢? 在comments里 告诉我 吃饭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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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你一起来